3月份是杜鹃花的开花期 在汐止江子寮路一路进去赏花 一直到江子寮公园 沿途都看得到杜鹃花盛开 另外红色的茶花也开得非常漂亮 现在正是到江子寮赏花的好时机 从西平路转进江子寮路 一路进去一直到江子寮公园旁 除了好多人来洗车之外 再往里头走 往江子寮绝壁的路上 沿途都看得到白色 粉红桃红色的花 沿途成了杜鹃花大道 在这一天 议员选拔会服务处主任 也带着我们来赏花 里长也感谢李明李金川 一直以来不断的付出 出钱出力种花 让江子寮越来越美 这个度官的时候 盔甲子寮很漂亮 我们有几年的时候 压抗得漂亮 远远就是在因为 我有听说的是 这老长要淘汰 要再拌三个 拌三个又精神 又精神才有人 每一年开着就很漂亮 现在李金川 他过来去买骨头百人 他过来店路了 那天都店过得吃得辛苦 开玩笑 像这样子 我们整楼都可以说很漂亮 有福姓工我们的主委 跟全体委员 还有乡亲共同努力 我们像江子寮能够保持相当的一个整洁的环境 让游客来这边洗车 或者是带小朋友来这边 这个清水公园游玩 赏这个杜鹑花 樱花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沿途看得到桃红 粉红 白色杜鹑花盛开 还有少数的樱花 另外这红色满开的茶花 也很强烟 上头也看得到蜜蜂彩蜜的身影 乍自然美景也吸引游客柱竹 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现在杜鹑盛开 还有蝴蝶翩翩翩舞 也邀请大家来赏花 天气好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花 会开得比较茂盛 比较漂亮 是很值得来意游 所以这次也还要拜托各位乡亲 假如有来这边洗车 或来游玩的时候 那么请把这个垃圾 能够丢进 那个福姓工旁边的 那个垃圾桶里头 这个拜托各位相信能够备合这样子 现在沿路近来已经种了上千株的杜鹃花 都是里面李金川 从几年前一手栽种到现在 为了回复前两年的盛况 最近又新栽种了一批 到了江子辽 可以洗车或是到清水公园走走 当然遥往里头绝壁方向 好山好水 环境优美空气好 也热情邀请大家到江子辽来赏花 这条慧林细致采访报道